唐湾名院位于杭州萧山区博学路上 裴先生说这里是安置房小区 2014年他家拆迁 2021年9月份在这个小区分到了6套房子 他自己另外有住处 所以这里租属去5套 留了一套给母亲居住 今年6月初他开车进入小区地库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开了辆奔驰320的叫做108万 我弄好 开进来了以后呢 我不知情 故意呢也没有这个告知 然后呢就是开进来了 我底盘呢就这个位置碰到了这个底盘 因为奔驰车的底盘不是很高吗 入口这里已经拦了起来 裴先生介绍 在他刮了底盘之后 事发位置进行了整改 他提供了之前的照片 说是之前入口这里的下水网口更高一些 他的奔驰车长度有6米多 开过去的时候听到一声一响 到了地下车库后发现 已经刮到了底盘 4S店修呢要5万5万8 然后呢后来呢保险公司跟我股审呢是5万6千多 我现在就是说要造成这个事故的当事人来赔赏 要么物业要么可以发伤 交警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 车辆与凸起的地面发生刮擦 造成车辆底盘受损 保险公司提供的定损单显示 底盘护板三元催化部件 以及排气管受到了损伤 需要更换 裴先生说 赔偿的问题一直在跟物业沟通 但已经快两个月了 一直没能协商好 那你自己的保险你没去走吗 我自己的保险因为不是保险的事情 这个我也没有必要就是是谁的责任 就是谁承担嘛 当然说我现在我也只有强制 你也只有强制选 强制选 然后商业选为什么没有呢 商业选呢因为我这个抽呢 因为我自己呢有两三辆抽 一辆抽我自换掉了 还有一辆呢我一直停着 还在停在小区里 奥迪A6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40多万嘛 然后我在我呢 现在呢因为油价呢也比较贵 我也不大不大去开 我上下班呢都是用电瓶车去开的 然后我单位呢也有公车 裴先生表示自己是吃过苦的人 能省的地方就省一些 这辆奔驰车是2017年买来的 开了三万多公里 维修一下子要五万多块钱 他认为不该由自己承担 找到小区物业负责人赵经理表示 唐湾明院的开发商 是萧山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他一时在帮裴先生对接此事 跟那个开发商这边也沟通过了 就是说是确实可能就是 那个这个不是很合理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一些修整 费用的问题我要跟那个 就是那个裴老板这边沟通了 就是大家在协商 对还在没协调好 如果协商好的话 那个就问题就不大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 这个施工上面的问题 我们也在协调各方面 就是说是到底是哪方面 出了哪个环境出了问题 就是今天本来答应他 就是下午的一个 就是我们再协商一下 需要协商一个结果出来 赵经理表示相关的材料 已经提交上去了 最近几天就会给裴先生 一个结果 裴先生表示如果还是协商不好 他会选择走法律途径 1088黄金眼记者报道 我感谢相关的 这次不过 我还不想 有一点 我